老师好 我是阿阳副部的包吟大 就是我其实小学是在市里读的 他们从五年级一开始 学更多的知识了 就是为了可以去更好的初中去读书 然后现在我的初中是在先里读的 然后就感受到一种差距感 就是其实我觉得 可能市里的孩子会更有更优秀的教育资源 我之前听说过一句话就是说 可能你见过大学教授 就是自己在城中 可能见过最厉害的美国了 因为现在我见到的还是北京大学的教授 所以我想提一个比较更要谈的问题就是 现在国内的教育是否真的太绝了 就是 我认为我苦足了12年到最后80天 我的想法居然是我的坐牢生涯 终于要读书了 我相信很多学生应该以后是这样子的 是吗 我的天 我跟你说 卷的意思就是无效的过度竞争 其实你的学习就是为了赢过别人 没别的 至于这个我是否有真正的有收获 我是否心里真正的愉快 你根本来不及关心 这就叫卷 所以你也要清理一下 我为什么有这个感觉 是我的肉身被束缚了吗 是我的灵魂被束缚了吗 哪些障碍和束缚是外部强加的 哪些是一个自我的这个过度的这种认知 搞清楚一下 这就是自我从这个过度的这个内卷当中 让自己那个拖欠出来的一种方式 你得学会把自己给对救出来 老师你好 我是来自2128的5月9日 我跟他们不一样 因为 因为我是走运气来上的古刀 什么意思走运气 就怎么说 就是空运气上的古刀 然后进来的时候也是倒数 就是想问一下 就是这个学历在以后的这个前途这方面起决定作用吗 就是以后要不然考到大学了 你觉得有必要去花时间去升上这个学历问题吗 你现在还第一个学历还没拿到手呢 我想的比较容易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困惑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困惑啊 因为我不知道 我真的 就是我也在学历 虽然我这个气数差 但是我也真的高中 我也一直在学习啊 我觉得自己的成绩也不是很好 然后每次不管怎么学习 那成绩都属于那样 就觉得越学越没意思 哦 就有种这种事情 学习嘛 不就是跟别人比较疼吗 就是为了让自己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就是把那些很差的甩到甩一间 你从哪里得到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啊 就是学习就是为了把别人甩到后边去 就是让自己成为 就是让自己 画童画童给我们一个 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人 因为我觉得只有优秀的人 才配得上一种更好的生活 我觉得吧 很多人都能给我们惯持这种思想 就是如果你的学历不高的话 你就没有敲门拐 哦 做不了个想 做的事成为不了个想生为的人 哇 现在台上那条音师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 那个 他现在那么擅长搞这个音响啊 他就那个说起来 你人在哪 对对对 来来 乐个脸 乐个脸 对 对对对 你看 我们俩站一块 来来 你别站那么高 对 可以吗 我站高点 同班同学 对 我们干的行业不一样 对吧 职业不一样 对 从小学到初中 到高中 我从没出过滑花症 出现我的滑花症 我儿子也是在这个滑花症 对 然后他一直在发挥他的特长 就是他处理这种所有跟审美相关的东西 所以你就会看到 这他的平衡点和我的平衡点不一样 但是我相信我们都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平衡 然后那个他很有感触 来 请你说一下 因为长鞋六童 我带的比较多 经常交流 我就觉得 我同学现在 有些同学 有一点利益 就说 哎呀 觉得学习要成什么 我就想说几句 啊 我信了我的同学 在那么高的学府 来学习啊 来生化啊 是吧 出去看大诗篇 我信不他 但是 我不自卑 其实你说 我不信不他 我想跟他一样 想到高等的学府去学校 肯定是想 嗯 但是我怎么样活 让自己快乐 然后呢 呃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义 生意表战的 对 对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同学献身说法 谢谢 谢谢 所以 这一点呢就是 一个良好的教育呢 就是为自己啊 寻找一个平衡点 可是每个人的平衡点 都不一样 就是每个个体 都就是不一样的嘛 那么对个体有意义的事情呢 这个就涉及到那个 加拿大有个特别有名的 教育学家吧 叫加德纳 他提出了一个理论 叫多元智能理论 那你想想啊 就是在你所看重的 这个所谓正常的学习之余 还有其实有很多的智能 其实没有得到这个激发的 对吧 但是你脑子里一定是有 那你就要学会自己去进行自我探索 你怎么样认识自己 所以你就会觉得 呃我也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 然后我也能开出一朵花来 我也能够把我的这个医生 然后用我的方式来过好 就可以了 我今天变成了一个教训者 这是实在是我自己厌恶的形象 你觉得你自己的教育本身的想法 属于林小英的这个教育的感受和理念 这个是怎么慢慢形成的 我的理念哈 我还真的很难讲 我有什么理念 嗯 对我觉得可能我还得老到一定的程度 嗯 不但肯定我们到这个年纪 还是对对你做的事情有一种更 源自内心的看法嘛 价值也好 哦 这个呢我觉得我还是挺感谢在大学期间 啊学了好多乱七八糟的知识 嗯 比如说生理学 还有就是一个板块叫心理学 然后我觉得这个 当这个知识的构成我觉得还都可以 那后来我发现 我我以这个学过很多的这个心理学为例吧 嗯 我觉得学完之后 其实我不太相信这些东西 嗯 我总觉得现代教育 包括现代的这种教育的知识体系里边 对人进行过度的细化和分析 嗯 人经不起分析的 嗯 凡是对于这种人格啊什么的 我觉得这种分析我都不是特别信 我也不是特别想用 因为我总觉得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各色人等 他都有活下去的理由 你别管什么多血制 年夜制啊什么 那个哪个特点 哪个星座 老天爷的这个安排 你人都不一样的 没有说哪个人格特质 他就一定高于好于另外一个 但是我们今天的很多的这个体系当中就是 他培养的是那种开放外向口若悬 培养这种所谓演讲能力 嗯 那我觉得我从小天生就是害羞 含蓄 我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 嗯 我都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 我极为害怕在课堂上发言 我就算知道答案 我就算是第一个知道答案的 我也不会告诉老师的 我不会举手的 哪怕是老师提前约定好 就说那个这是一堂公开课哈 讲到哪个问题的时候 哎 你林晓英应该举手 我到了那个时间点我就不举手 提死老师 不是 老师老师说 你这个笨蛋 这个都演练多少遍了 你怎么还不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天上 我觉得这太假了 我怎么又这样配合呢 嗯 还有就像那个 他现在这种金克改里面的 呃 他强调这个什么合作 大家一起探究 其实好多时候我就喜欢一个人待着 嗯 我为什么要跟那么多人合伙呢 嗯 你其实可以给一些这个空间 让我们自己去嗯 嗯 对吧 对 然后跟别人合伙的时候 我我我会有人际的压力啊 所以你可以说我情商不高 可是我情商为什么要高呢 哈哈 对吧 说得好啊 就是我可以说在大庭广众之下 我不想说话 我为什么一定要表现得很活跃 然后为了将神哥开个研讨会一样 我非得要发个言呢 我我就心里在琢磨 我我觉得我琢磨明白了就行了嘛 我为什么要向世界宣布 我琢磨明白了 然后我现在为什么 嗯 所以然后我就觉得 我怎么就发现好跟好多特点 就包养的这个特点不一致 但是我总觉得 那我也配在这个世界上活着 这个世界上也应该有我的一个一个位置嘛 我又不跟你抢位置 但是你也不可能占据所有位置 嗯 好 那现在像心理测量也好 是这个教育学的各种认定也好 我觉得我当我不落在这个格子里的时候 我觉得他会反过来就是让我那个来来质疑 就是我学的这些东西 它是不是能够构成我像出自本能似的那种 像信念一样的东西 嗯 你觉得你的本能的信念是什么呢 嗯 嗯 我总觉得反正各种呃存在状态吧 嗯 其实都是那个有它的理由的 都还是值得尊重的 嗯 对 但是我们包讲了很多只有单一特点的人 嗯 包括你说那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性 嗯 然后我不一定非要外向非要表达 对啊 就这种想法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更明确起来 就在教育中变得重要 就这个意识 嗯 嗯 我觉得是那个首先是被压抑了 嗯 比如我举个例子 就是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我记得特别清楚 你说小学的作业能有多难 那不都是抄字啊 在预习啊 什么这个套路的东西嘛 所以迅速的把这个语文作业做完之后呢 我其实跟我那个隔着一个小组另外一个女同学啊 对了一下 我早就知道老师喜欢她 老师反正经常表扬她嘛 哎我一看我作业跟她一样的 没有问题啊交上去了 结果呢老师把作业发下来 我呢是重做 然后她呢是优秀 我心想凭什么呢 就因为你喜欢她 就要重做 然后我就不但没有重做 我就在边上写了胡说 打了个探号 然后就继续写第二天作业 对 你这么勇敢啊 你这么大胆啊 我不觉得我勇敢 我就觉得她是胡说嘛 老师你看作业就不认真 嗯 然后你随随便便把那个一个学生的努力 就这么形同儿戏嘛 我还是儿童呢 嗯 然后第二天 老师暴跳如雷 嗯 一节语文课 没干别的 就专门骂我 他骂我的时候 就让我一个人站起来哈 然后那个 只是质问我 你为什么要写这两个字 嗯 我心里有好多想法 嗯 我就是不说 我心想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但是我现在回到那个场景里面 我能清楚的感觉到 那个时候是一种失语的状态 嗯 还有更多的可能是她被压制了 就是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我怎么可能说 老师我觉得你不公平 你为什么给她优秀 嗯 那心里已经翻江倒海了 对 嗯 到后来呢 我还是用这种方式 就是我不愿意回答问题 嗯 对我不愿意公开表达 但是呢可能 我觉得可能农村生活的一个好处就是 你是在天地之间的 嗯 反正你要让我现在回想 我有多少次一个人躺在这个草地上 或者田野里边 我就一个人 嗯 就是永远是那种寂静的 嗯 我记得会特别清楚就是 2004年的这个 我2004年毕业嘛 应该是2003年的冬天 有一个豁然开朗的一个环节 就是因为像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吧 应该都有怕鬼神的这种 嗯 这种感觉因为 在我们的这种从小从小听的故事里面 有太多鬼了 嗯 就是哎呀 你不要去水库那边有落石鬼 然后你不要去山里面那边有个吊死鬼 然后就是 周围无处不在 对对对 你从小受的这种教育 他是怕孩子作恶嘛 怕不守规矩嘛 所以脑子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这个鬼怪 工具教育 后来我长大了 然后我离开这个地方 离开游走了一大圈之后再回去吧 然后就那天我记得是 我要去帮着一块背树 就是砍了树嘛 去背回来 嗯 我想想这就是 这个地方是我从小特别害怕的地方 又是晚上 那时候天色以外 夜里十点多钟了 嗯 我就一个人真的站在那儿 其实旁边就一个坟 你想这是我小时候多么害怕的东西 嗯 我一点都不怕 我就当时问心思问 我咋不怕了呢 我为什么不怕了 嗯 所以我说前面被压抑吧 我就那时候就是这样 这实际上没什么可怕的 嗯 然后我就记得那个 我打着手电筒 就看着那个树木啊 就是 哎我发现 我从小学植物 这个灌木是就长这么高嘛 草就在底下嘛 嗯 桥木是很高的嘛 这是分得很清楚的 哎 可是我就发现 灌木变成了桥木 这自然界怎么可以这样 嗯 印山红长的一个树那么高 然后那种怒放那种 那真的是那炸裂式的这种开放 嗯 后面我记得特别清楚的那个时刻 就是在那儿就是 哎呀 那个来来回回走这么多地方 然后你看这些植物 它的新性 到底是植物学家定义的 它就是灌木是什么 它哪天这灌木也长成桥木了 谁说我就必须得按照这个 什么预定的路线长啊 嗯对吧 有些东西就按照自己的新性来就好了 嗯 对 所以就后面 就我觉得什么说话也好 大庭广众人家说话也好 我在心里嘀咕 我觉得也好像 我也可以拿出来那个丢人嘛 嗯 对吧 就好了 嗯 这还真是到后面 我觉得感谢那堆不知名的植物们 嗯 你想 灌木都能长成桥木 而且它们寂静无言 它们没去过北京啊 嗯 这些杜鹃花呀这些都没去过 没没去过我去的地方 嗯 但是它在这静静的不动 嗯 它也在努力的争取这个空间 嗯 它又怕什么 嗯 嗯 嗯 哎 这就是我们经常来的地方了 这个岛 咱们去拖欠一下 对 拖欠 拖离大陆一下拖欠 那个 平时那个这个地方也是可以被淹掉的 这个对 所以我们自己特别喜欢在水到这的时候 然后一挤挤走过去那多有挑战呢 对吧 对 哦 心旷神医的站一会儿 我们以前也是回来都喜欢来这儿走就是走路过来嘛 嗯 然后我妈也说说陪你到这边来走一下 嗯 反正一个人都没有 嗯 您知道泄洪的大坝就泄洪 泄洪口就在这儿 嗯 然后这一路都有那个 呃就是把把水输送到外面去的那种 天嵌一样的那种工程 嗯 然后底下就是那个滔滔不绝的那个 就放水的地方 嗯 我们小时候就喜欢走到那肚槽的那肚子里头 嗯 嗯 但我每次想哎走着走着别别水库泄洪水来 那我们就全淹死了嘛 嗯 对 但是又想去里面 你想说话又说话又回音 在里面喊一声啊什么的这种 然后每次走一趟回去就挨一次打呗 又是这样 你看我掉下去试试是不是擦错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是我四岁的时候走过 哇 回去就是我妈把我们痛打了一顿 好漂亮啊 嗯 这里面可以钓鱼 大家就觉得天然这一带那都是我们可以钓鱼的地方吧 嗯 我也钓过 所以在这里吧 就是当你在这种地方钓过鱼 你会质疑哈贝马斯 就是那个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 对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 嗯 在这绝对是那个模糊地带 嗯 就是它不可能区分那么清楚 对 因为你从小生长在这里 这片水域好像 它就是你的这个所见所闻 你的你自己生长地方的一部分 嗯 这公共空间 嗯 我看得见国家吗 嗯 这鱼我看见的就是我的 嗯 所以我钓鱼 我从来没觉得我应该交个税啊 或者交个钓鱼 然后你就会觉得 它把它分那么清楚 它是一种 嗯 还是以城市文化为主导的 或者是现代的这种 嗯 也是现代的一种格式化的 对整个社会进行格式化 一种处理的方式 对 我们这未被格式化 对 就是混沌的 嗯 混沌一体的 哎呀 美好的混沌 嗯 现在的混沌地带越来越少 嗯 是吧 对啊 越来越被划分了 真像个拖欠的过程 你什么时候 嗯 肉身在这你看 对 如果你是一头大象的话 你觉得你怎么走出去 嗯 你回环顾四周 嗯 怎么走出去 根本不太可能 嗯 那个特别遥远的隐隐绰绰的 那个屋子 那边就是我们所属的村所在地 这辈子去过一回 哦 你真正的行政归属在那个地方 哎 你说中间隔了这么大片水库 让我们上小学 对 是这么回事啊 在这个位置就可以彻彻底底看清楚了 嗯 我们怎么可能从这一个小孩子六岁 走路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嗯 打火吧 对 后来就是199 我上大学以后这个问题才解决 所以你们一直非法上学上了好久 对 抗争士上学 嗯 对 太远了 当时为什么会选对教育感兴趣呢 本身 就像刚才我说 因为我们那个村呢 跟我们这个组啊 它这个地理面积上 它不挨着 我又不能就近入学 所以我为什么对撤销病点深恶痛绝啊 嗯 就是我凭什么要走那么远的路去上学啊 嗯 都是人啊 身份焦虑啊 不焦虑 就觉得可恶 那我出生在这里 又不是我的错 对 然后呢 我就就近就到别的这个村子 这个村小上学嘛 那人家那个每个学期 那个就把我号出来说 你出去 那个你们这个什么 税费又没有交到 公粮又没交到我们这 被遗弃 被遗弃 被嫌弃 你每个学期开学 都是在春天 那个田野里面 长满了紫云茵的时候啊 其实特别美 那个时候其实最适合出去玩 嗯 那么老师们就把我们四个人拎出来 就说你们回家跟家长讲 带上这个教育费附价 24块钱 我记得特别清楚 学费只有4块到5块钱 我们要就24块钱 对吧 那我们就 那我们从来没有 那要不先回家 问家长要钱去 那我们的想法就是 先出去玩去 就到那个春天的田野里边 打滚去嘛 嗯 少上几节课 没事的 对吧 那里面书本的那个老师 也让我们缴回去 收回去就收回去 反正就后来就 每次都被拎出来 其实小学三四年的孩子 你这种羞耻感还是有的嘛 嗯 这种羞耻感那个会转化成啥感情呢 恨 嗯 对 然后只要我长大了 这仇得报 对 所以呢 我就觉得 嗯 我就填了教育管理 嗯 我想当校长 真的 报复 对 我觉得教育不应该这么干 嗯 所以填了这个专业嘛 后来他发现 啥呀 你想当校长 当个老师都很费 费尽你这个学个教育 本科 后来我本科论文就是 论 教育管理应该取消 这个专业 是吗 本科是学什么教育啊 嗯 没上过讲台 对吧 但是就就这个 就这个想法 一路琵琶着过来的 嗯 对 就是你对政策本身 它的兴趣 其实是很早就有了 就是那个 我说的那个这个这个 这个香啊 那个这个东西 对 我甚至觉得行政区化 都不应该那么化 嗯 对 我我对拥有权力不感兴趣 但是我觉得我必须 研究权力这个东西 嗯 尤其是权力怎么行使 以及对这个普通的 社会的个体造成了 什么样的这个伤害 和影响 嗯 我倒是当时让我研究 什么教育政策制定 我说不感兴趣 我对领导们脑子怎么想的 一点点兴趣没有 嗯 我又不是他们肚子里的回虫 嗯 但是我感兴趣的是 他们的这个决策出来以后 对社会到底造成了什么 什么样的实质的影响 这是可以去捕捉和回溯的 客观的痕迹啊 嗯 对我觉得是 我要我我受害了 我都不去研究他 那我真的白白受受了这些了 对吧 嗯 嗯 大家这么踊跃我太高兴了 哦好好那一会你们那边抽一个啊 嗯 我给你很多这样吧 嗯 你们把你的问题写下来 然后我给李老师看一下 然后我给他看一下 然后我给他看一下 我的天啊 这一大堆问题啊 我 那我还是想看一下提问的人是谁 哈哈哈哈 喂 李姐你好 我叫黄子轩 就是 嗯 有一些科技 尤其是物理无关系 我怎么学 学不懂 学不明白 你是选了物理是吧 我也选了物神针 嗯 重点是我 现在为 自己这个学习 就会有点答应 可能不知道怎么办 为什么我们有那种 就是很 很明确很宏大的那种目标 嗯 我做了十道题啊 做了七八糟 我又不想要学了 我 真的 不是很 很喜欢的解雇 就是 你知道自己拿手机 然后你 就想刷十分钟吧 结果就刷了一小时 不 刷了一天 哈哈哈哈 然后一会儿学校 然后你就会 开始 调整个状态 等你好不容易 调整个状态 你又回家了 嗯 翻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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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翻译了 校长呢 校长 来来来解决问题 哈哈哈哈 别说 别说 来来来 你解决一下 跟校长说清楚一下 来来来 哈哈 我觉得吧 她如果说 是因为 调整不过来 我就建议她方约先给她 哈哈哈哈 我建议搞一个二号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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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还是我来分享 如果搬家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那我们就搬家 那边反对 您到那边去 但是 问题是我们搬家 并没有解决你所谓的问题 所以 所以 我们还是按照您的模式 好 该做什么 该做什么 嗯 就是一个巨大的机器 已经一直在这么运转 而且更加速的运转 你改变机器是很难的嘛 我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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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套快修文了皱着眉头 是不是都出到你心肩里了 那些东西 嗯 对 就她就受害者 她受到选科的时候 是吗 她受到选科的时候 就 谢谢 哇 她自己会画 嗯 你是新高考的产物 我 我的单张 我 就是大家 在这里带入的 今天 听了一天 嗯 是吧 我们的大部分人 都从这样的时代 经历过来 也有一些参照 其实 所以今天 还是挺触动我的 因为最后 最后 出门大家散了的时候 又听见 有一个生天 一个孩子说 原来我们是县中的孩子 她可能 不如不让她知道 嗯 她知道好还是不好呢 她知道 她意识到自己是县中的孩子 其实我觉得 最好别意识到 那个 在后面结束的时候 我们不是在那个小教室旁边 有几个学生 还追着我问吗 就有个学生说 她说 其实县中的孩子 和市里的孩子 主要是界分出来的 她用了界分这个词 哇 这么好的形容 她说得好 她说就是界分出来的 她说其实 没什么太大差别 但我这次拍下来 我最触动的一个点是 就是 我们好像知道 什么是对的 但我们一直在 另外一条路上 就是越走越远 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让人非常的难受 就为什么我们要这样 我现在不明白 就是这个到底 为什么要这样 我觉得就是保险起见 管理者就是保险起见 比如说讲完之后 我就问书记 我说 那个没给学校惹麻烦吧 我怕别是后头 孩子们自我解放 完了之后学校 就不知道怎么搞了 她说没有 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心底里去了 但是我能说这些话 她不敢说 那你是书记 你为什么不能够 把学校按照你认为 正确的方式改呢 那这个就是 他们的保险起见 就是 我如果这么改了 考得一塌糊涂怎么办 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过程中 你挺强的感觉 调研过程中 包括这些接触 就大家很少花时间 去探讨教育的价值 和本质是什么了 对 教育性的功利性 其实还是挺严重的嘛 但是至于教育的这个价值 本应该怎么做 其实我还是相信 这些一线老师和校长 他们有自己的认知 但是这种认知 是不是被重视 是不是有机会浮出水面 然后浮出水面以后 如果出了点小小的事故 是不是那个 会认为这是教师的 这个专业自主的范畴之内 而不把它 马上推给那个行政部门 去进行判决 但是我觉得后者是更常见的方式 他有时候教育的手段 手段还没开始上 就开始把它推给法律 推给社会 对吧 推给这个舆情 最后就是整个教育 能够发挥作用的这个空间 越来越小 大家的信任度也越来越低 嗯 嗯 嗯 我能问个问题吗 我能问个问题吗 就是想问就是 我们就是 我们抛害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不是